很快的過年就要到啦 各位老貓們 你們是不是也在準備年夜放菜的呢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酒醋燉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莫 很快的過年就要到啦 各位老貓們 你們是不是也在準備年夜放菜的呢 那過年嘛 難免大魚大肉的 那要用什麼樣子的料理方式呢 可以讓肉吃起來比較不油膩 那又可以吃得比較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酒醋燉肉 我們健康的烹調方式呢 我們就會建議多選用 蒸煮燉燉烤乳拌 來取代高溫的油炸 以及油煎 這種比較不健康的烹調方式 那調味的部分呢 也會多建議用辛香料 像蔥 薑 蒜 然後還有像洋蔥 香菇 番茄 還有香菜 這些氣味比較足夠的食材 那另外也可以用醋 來提味減少鹽的攝取 這樣對心血管更健康哦 我會找到多少個洋蔥 這道酒醋燉肉的料理呢 有鳳梨醋以及酒 來幫我們解油膩以及提香氣 那再加上洋蔥以及花椰菜 又可以補充我們的膳食纖維 所以非常適合當作健康的年菜喔 你一定也要試試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加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